客运开上家道但仔细看怎么怪怪的 后面的民众看到这一幕赶紧拍下影片 因为车门没有关就这样沿路开上高速公路 车门明显突出民众都担心一不小心 门会掉落在地离他好远好远 当时客运在内湖发生擦撞 导致说门完全关不起来 但是还是要回到基隆维修 因此才会沿路开着车门上了国道 事发地点就在国道一号提顶交流道上 客运准备北上却被直击车门没有关好 直接开车上路 对此客运公司也回应强调是因为车辆故障 才会开着车门就开上高速公路 客运业者再三强调当时发生擦撞后就没有营业 车上也没有乘客 当时在内湖科技园区自装路边的树木围离 导致车门故障 公司的人员勘察后认为不用报警 就把车开回基隆总站维修 但这样上路已经违法 大客车车门若为故障而继续行驶 可依道路将管理处罚条例第20条 处汽车所有人18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罚款 就算车门坏了车上没有乘客 也不能开上高速公路 这行为已经触法 如果车辆故障还是交由拖掉车拖走比较安全 毕竟如果车门掉落在地 也会让后面的人发生违宪 TV别人线有 judgment收其实 配与台北采访吧 台北采访病毒 台北采访病毒 中文明兴趣 中文明兴趣 不过